Hello guys, Welcome to Tutorly Weekly News 大家好,欢迎来到李老师每周新闻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29日晚6时 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1036652例 死亡60475例 在过去24小时 美国新增确诊25935例 新增死亡2110例 世卫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确诊超302万例 各国聚集性感染风险仍在上升 防控难度加大 养老院、监狱和军队成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国际劳工组织今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受新冠疫情影响 全球有16亿劳动者面临生计威胁 几乎相当于全球劳动人口的一半 New words 新冠肺炎 数据 统计 确诊 聚集性 感染 风险 养老院 监狱 军队 劳动者 生计 威胁 For more resources, please visit ChineseTutorly.com Thank you guys, see you next time!